今天我们看一下K210T-Watch 那么这个是以K210为主控的一个T-Watch 那么之前的T-Watch是ESP32 那么现在它的这个延续的就是外围跟这个外观 它还是保留的触摸屏 但是K210的触摸屏是8080接口 T-Watch是SPI接口 那么另一个的就是转轴 转轴摄像头 那么可能大家看到这个转轴摄像头的时候会产生一些疑问 可能会不会容易坏会排线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转的时候 它这个线是跟着伸缩的 它不存在这个时候 你转的时候会知道它或者造成它这个使用的这个寿命点短 再一个就是我们看它外观的 它还有一个支持一个舵机的一个接口 舵机接口 它的舵机接口是可以直接往上插 做一些舵机的预载扩展应用 再一个就是它这个口也同时也支持这个乐高的一个插销 插上去之后你都是直接可以应用 再一个就是滤流的dcdc5到12V的一个电源 那么我们配套的一个电源线 那么当你在一些应用产品上 你可以使用一些这种类似这样子的一个大电 它这个5到12V的一个电压输入 或者你也可以直接用电源 这样的5到12V以下的这个电源 5到12V的一个电源 它就可以作为一个供电 那么KL0的这个功耗大功耗的一个大功耗的一个芯片 那么在用的时候它得到了一个这个电源的一个保证 再一个我们看一下内部的一个内部结构就是有一个8080的一个8080接口 一个1.5寸的触摸屏 养生器 喇叭 1HP32 这个是主控 这个是布板 其他都在这D卡 这个是PR 一些这个扩张口 OK 还有一个就是看一下这个电池 它内置的是摩扎内置是500毫万的一个电池 OK 今天这个视频 今天这个产品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等一下 等一下 好